最近在死定网飘到了一块花不清晰的老外科幻末日游戏 我他妈来了 我是未来 不过先开始比 一个鸽子飞过楼房 用迪士尼嘴巴吃掉一个同为迪士尼眼睛的虫子 这因为这可爱死不掉在末世可能并不适用 吞咽的后座鱼上鸟一不小心碰撞到了红红的开关 屁的一样我就从休眠舱里坐了起来 看着上千层的楼房都被水淹掉的海洋地球 嘴里说了一句 哦 真他妈的晦气 就开始了游戏 为了生存 赞莫的拿据电汉样样酒 看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后现代末世体谈的 孤房顶声存游戏 你看这赛摩朋克接一体鬼 人家做不出来呀是吧 游戏I'm the future 被发现出过就回来 游戏没有明确的主线 没有明确的背景 百条刷办 我IT可为生存大佬大概试了一下读 我请来的时候就在这颗大楼上 之前还是全机包忘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 要不是摸了不 有三个我俩腿我都以为是猴子 唯一的现在就是发现在这个一体手套 能搬起很重的东西 原地球联邦最后一位统治者同款一体 虽然没有背景 但我感觉有我多年UP主经验 我的集围的时候 一定可以从这些细节方面 给你们把它的剧情完全脑补出来 而这个游戏操作很简单 小朋友都能玩 虽然没有新手教程 但它绝对会让你快速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比如这个新手圈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圈啊 在里面换个光头像得也后 必须拿一些周围的物品 知道技术操作后才能出去 哦我的老天爷呀 搬到两下肚子就饿了呢 哦是冰箱 其实是墨市 它里面也是有一定好吃的 冰箱需要一块点池 在旁边找到一块点池给它装上 它这动作加上方便就是磨叽人生了吧 哦我又活了过来 跟这个冰箱要的只能助手对话 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到问这个冰箱话的时候 他说他以前是个厨子 全球顶级的那种 然后起研问他愿不愿意做一辈子顶级厨师 哦我尊敬的老板啊 我当然是愿意了 然后他又被做成了冰箱 哦天呐 你原来是个人类啊 不过后来被做成了 戏片 真的是个可怕的故事呢 然后在问他这个星球上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顶级大猪猪 人类历史性关键时刻那时候 他都没电 冰箱里只有一瓶饮用水 抿了一口恢复了5点保湿度 生存游戏嘛 需要吃吃喝喝 不过这个游戏对于吃喝是没有那么讲究的 更偏向于休闲话 吃东西都能吃吃不死人 收集下咱几咱坝的材料 每个闭环都有每个闭环该做的事情 第二个闭环主要的目的就是收集一些必要材料 以及解锁一些关键性的建筑 用木板搭了一个篝火 以及获得进入下一个圈的关键性木屁 点击 突然具体将一些木质品变成木板 之前天呐搭了一半地头上的木板早已经用完了 现在可以用具去除更多的木板了 成功将天呐修复 上去之后就有了自己的床 哦 这就是末世嘛 空气真的不错呢 就算是睡了5万年 也不当我在密洗一会儿 睡觉的话是可以补充体力的 不过将会会降低大部分保持度 肚子饿到一顶食肉就没办法再睡了 需要出去寻找食物 我他妈饿了呢 真的是个糟糕的一碗呢 你在害怕什么呢彼得 主人 我叫饿 好的鱼头 没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末世里将会出现一些喜欢吃电池的虫子 打掉这些虫子可以获得一些必备材料 谁也不知道这些虫子是哪来的 根据我的猜测 是毒虫下草路过河岛福电站变异形成的 因为它们不仅喜欢吃电池 而且路过的地方还运行生成毒草 这些毒草的生产速度极快 手动性能的时候还会掉下 真是令人头疼的虫子呢 我是多么希望有个除草剂啊 你看见除草剂了吗 没有看见 呃 呃 操 原来除草剂在这儿啊 你们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除草剂可以高效去除杂草 切勿对脸喷射 基本材料凑齐到下游区以后获得这个书包 书包说他以前想当一辈子定级教师 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 丽木 在除草剂的喷雾下 除草瞬间化为灰烬 然后在旁边找到了一个生菜和蓝莓 生菜和蓝莓 现在真的快饿死了啊兄弟们 但是吃这些东西几乎不加宝儿度 只有这三样凑齐后 才能做出一消化 口感清爽 强身健康同时还能舒展身心的 美味佳肴蔬菜沙拉 直接加30宝儿度 妈妈再也不如但是我饿死了 而这个游戏有时获取一些特殊材料的方法 很适合早叫啊 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 可以让他们看看 或者你自己就是个小宝宝 比如这个热水壶 想获得里面关键性的电路板需要拆解 是真正意义上的拆解啊 拆到地方目不正的那种拆解啊 6 这游戏我之前说了啊 是一环扣一环是吧 必须要通过地图获得相对应的材料 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把刚才热水壶的芯片插到门上 收集一些必备的物资 这个环节是比较慢的啊 我基本上把能锯的都锯了 不过还是找不到这个鞭压器的东西 鞭压器在哪呢 直到我最后发现啊 我还能造工具台 对啊 生存游戏没有工具台算个鞭毛啊 果然贝亚器在工具台里就能制作 并且有的材料并不多 因为之前显得没事把所有材料都锯了别 所以现在材料还是比较充足的 在工作台上把垃圾锯成了铁锯 有了铁锯就可以去一些铁桶啊 管子啊之类的 可不是抓一个贝亚器来到下一个区域 哼 一座智能塔 可以用来联系其他生还者 或者派无人机进行探索 现在能玩的仅仅是测试版 这里估计暗指正式版发布以后 低头价位很大 不仅有玩家自己 还有其他玩家 而玩到这儿就没能玩了 想后续探索需要解锁更多的工具 但是这些工具啊 才测试版人家不开放 测试版反正不要钱 估计到时候正式版人家得收尾了 而他的背景故事 在跟这个机器人聊了天后 我也大概能猜住了一二 地球在很久以前形成了企业之政府 地球上的所有人 有两大财阀掌控 一个叫宿命有限公司 一个叫吉巴迪 两大公司组成了 明面上的地球邻邦 两个企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相比较之下 吉巴迪人算个人 他不仅帮人完成了终极梦想 让顶级出师永远顶级 让超级教师永远超级 还在人类灾难来临之际 毁掉了只打算 让地球上流人单独逃出的 宿命有限公司殖民船 同归于尽 而主角就是这上流社会的一员 本来打算在伊甸号殖民船上 长久度眠 直到飞往西行行 没想到船还没飞起来就没了 而这种机器人作为守护者 一直对抗 派军起霸天 不过到最后一人自责地说出国 抱歉主人 我没能成立保护好船 只有格式化才能洗清我的过失 什么赛博五十道经人 我知道过失不在他 但是当机器人问出 在那之前 善良的机器人能上天堂的话时 我还是思索了一遍 并且打算给他一个 善良的谎言 不会 我到这儿使完马本就结束了 正式马本上线后 估计会开放全部内容 现在还不好说 以后正式马会怎么样 反正现在我是挺期待的 不玩的魔术 免费玩的几个小时 成功入库 喜加一 拜拜